《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又是我方村明為大家做主持 今天想講講兩套上映的電影 分別是X-Man和S8經濟檔狼 兩套都是暑期大片 前一套X-Man是變種特工 而一套是之前三套的前傳 就是講解X教授和磁力王的恩恩怨怨 以及X-Man是怎樣成立的 而S8經濟檔狼是由J.J. Adams做導演 這是什麼人呢 他可以說是一個當代的一個 比較創意的導演 因為他有很多監製的作品 以及導演的電影都很合 現在的年青人口味 譬如他監製的Coverview 用網絡做宣傳的手法 而成為一套大熱的電影 還有他監製過一些電視劇 譬如F檔案 一些古靈精怪念頭的電視劇 首先可以說一下變種特工 變種特工其實是一套關於 剛才所說的 就是想講解X-Man之前的三部曲 的一些恩恩怨怨 以及一些交代背景 在這套的作品裏面 我們可能的注意力 都是在X力王和X教授身上 X力王可能在一個作品裏面 所呈現給大家出來看到 就是一個類似 一個以色滅復國主義者的心態 為什麼呢 因為很有趣地 就是他整套戲 的片頭已經是交代 X力王原來是一個 出身在集中營 他故意沒有交代 究竟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 因為如果看二戰 世界大戰的歷史 納粹除了對猶太人進行集中營的處理外 還有對波蘭人也有做過同樣的事 撇除了歷史背景 我想導演是有故意在這裏 就是讓大家去看 可以放置磁力王的心態 他被納粹軍官訓練成為一個 把他的潛能發揮到極致 令他成為一個可以控制磁鐵的變種人 而另一方面他就是要追殺納粹軍官 因為這個納粹軍官是用了一些很粗暴的方法 去換成磁力王的能力 就是在磁力王面前殺死了他媽媽 這個故事另一方面會說回前教授的出生 原來他是一個自小就懂得心靈感應的小朋友 原來他未在後三部曲裏面 坐輪椅和變禿頭前是一個小行小酒 充滿說話魅力的一個男性 而剛好其實除了有這麼大的差距 一方面是前教授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小朋友 另一方面磁力王是一個充滿陰暗的 受著刺客訓練的小朋友 甚至乎他們兩個人的理想都有所不同 在磁力王心態之中 雖然他是很反對栽培他的納粹軍官 這個納粹軍官在這套戲裏面是一個中益大奸角 他做些甚麼呢 原來他是一個變種人 他有甚麼能力呢 就是可以吸收一些能量 把能量轉化成他自己身體裏面的質量 令到他可以繼續保持青春 他的納粹軍官因為可以有一個長生不老的技能 他可以經過異戰之後還可以上寫偷生 組織了一個變種人的一個小團隊 打算拆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甚麼呢 其實這也是契合於整個歷史的進程 因為歷史上有一個叫古巴導彈危機 說蘇聯想放一些核彈去古巴把槍頭描述美國 當時正值一個冷戰 因為在戰後後 燒除了令到整個世界都想賭歌的納粹 然後發覺到原來消滅了一個這樣的大監角 剩下的兩股最大勢力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互相糾斗 整個故事其實都是放在歷史上 而這個納粹軍官看準了這個時機 希望兩個國家發動最大的核戰 令到整個地球毀於一旦 而在他們眼中那些未變成 或未有發有變種能力的人類 是一些普通的渣左 因為他們是未進化 如果根據達爾文理論 他們只不過是一些劣等的人 因為如果你們進化的話 即是說他們是更進化了而成的民族 的能力其實是比一些未進化的物種 是更有能力和權力 他認為那個統治的位置應該是調轉的 即是說有一個實力的人 是應該是位高權重的 而不是被一些劣等沒有能力的人壓住 其實整套戲雖然用冷戰和超人形式包裝 但整套戲都在說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我們是要用一個血族主義去看事件 或者建立我們理想 還是建立一個類似Professor X的想法 因為整套戲都可以說延續納粹那種想法 因為納粹那種想法就是 要爭取他們得意志民族的一個生存空間 而其他的種族是侵佔了 甚至乎是令到他這個優良血統的種族被欺壓 所以他們就要這個優良血統的得意志民族 希望透過洗清一些其他含有雜質的種族 令到整個地球會變回更美好 因為地球是適合於被哪些人主宰 就是有一個更純粹血統 還有一個更好的形式 或者有更偉大 或者更符合所謂人的本質的物種去統治 剛才我有點離題 為何會突然關於血族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我剛才想說 磁力王其實是購買這一套 但另一方面他又很討厭納水軍官所做的事 所以其實整套戲可以這樣說 就是一個不可顯得本質 因為其實磁力王所做的事 都是每一部分都是去呈現他的目的 就是想為他的目的而做的步驟 即是說他不是因為想做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為了達成他的目標 所以他都可以說是暫時潛伏了在 Professor X那方面 他最後殺死了這個納水軍官之後 貌似阻止了整個導彈危機 但他竟然選擇坐在這個納水軍官的位置 是想繼續完成整個清洗人類的大計劃 而另一方面 剛才也交代了 這個磁力王潛伏了在Professor X那裡 Professor X是做甚麼呢 他就選擇了一種叫做合作的方式 是跟一些普通人進行這個合作 就是希望去揣合某些其他的變種人 去阻止這一場核彈的危機 他的想法就是 未至於就像這個磁力王所說 就是要用一個大清洗 是令到所有所謂的奪等族的人死亡 因為其實很奇怪地說 就是在某些劇裏面 某些變種人的想法來說 就是變種人所有都是兄弟 但很奇怪地 其實他們的特殊能力全部都是不相同 譬如甚麼就是 其實每個人的能力很多都不同 有些可以發極光 有些可以飛來飛去 有些心靈感應 只不過他們為何會突然將變種人和人類劃分 只是一個最純粹的一種簡單的抽象 他們怎樣去分類的話 就是透過究竟哪些受人類欺壓 那些其實就是他們的兄弟 其實如果你可以站在Professor X的想法來說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一些古靈精怪 甚至乎 當然我這樣說可能有些少 站在一個劣等族的人的位置去看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很多不同古靈精怪 特殊技能的人 每個特殊性都是這麼濃厚的一些個體 其實你可以 某程度來說 最特殊的個體正正是沒有特殊性的人類 其實你也可以包含或包容這些所謂沒有特殊性的人類 其實這正正是兩種意識靈態的分數 一種是建立一個更好地統治地球的國族 而另一方面Professor X的想法就是想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同體 少許打賊 有別於這套戲的直接印象 因為其實這套戲的歷史性都頗濃厚 如果大家喜歡 其實這套戲是值得推介給他看的 你可以在裡面看到一些典型的美國文化 譬如整套戲的背景就是在冷靜時期 他都特地有呈現到美國政府的面貌 以及呈現一下蘇聯的一些面貌 典型來說蘇聯也是一股蠢樣的 或者是一些很猥瑣的形式的呈現 譬如裡面的官員全部都色色 全部都很蠢 但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方面我們不用太多抱怨 譬如有些喜歡共產理念的朋友 看到這方面已經不可能接受 但其實如果你把整套戲放回現時環境去看 因為其實這套戲是放在 首先它是美國投資 以及它是美國主流的電影 其實你應該要這樣去做 因為如果當地的人對於某部份的東西 譬如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這麼反感 你硬推銷一些真真正正的共產主義面貌 去給他們看的話 他們一定會不想連聽的機會都不會給你 但如果像這套戲這樣做 就是一個適宜的辦法 為何說這套戲這樣做 其實就是說 這套戲雖然表面上對於蘇聯冷嘴烈鳳 但實際上它是站在Professor X那方面 去想整套戲 因為其實它是想建立所謂和諧共同體 但這個共同體來說 一定是要透過一個戰爭 要擊敗一些 因為其實在Professor X那方面 就是真正的被剝削者 不單止是那班特殊或變種人 還有普通人都是被 被那個在位者去剝削 所以只要打垮了這個部分 就可以建立到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 但好像也有點混亂 因為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似乎Professor X是未有一個理念出現的 是要等到X-Man三部曲正傳才開始有這個想法 甚至乎在這套前傳裡面 Professor X的思想都是比較有志 譬如他會跟磁力王說 其實不應該這麼多執念 因為譬如那時候納粹集中營 你不可以怪那班納粹軍官 因為下命令的又不是他們 他們只不過是執行這個任務 當然這是一個白癡的廢話 因為我們不可以去猜測 他是有一個被迫的機會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選擇權 而正正因為有這個選擇權 而他們支撐了整個納粹集中營的大屠殺 所以其實這套戲 我想他會 因為這套戲其實是一個新的 一個再三部曲的第一集 所以可能之後會再交代 Professor X的理念會繼續清晰下去 我們就不會再好像今集那麼模糊 所以這套戲主要是說這兩個 以色情態的鬥爭 為何說這個磁力王的想法是有些錯誤 就是雖然磁力王是知道 他一定會用一個激進的手法 去打倒現存的在位者 才可以解放被壓榨的人 但他的想法是錯誤在 就是他認為應該要選擇一個 更適合主宰的民族 而那個種族是有一個所謂的天賦的能力 這個其實類似於當時納粹的問題 就是那時候希特拉在位的時候 其實德國陷入了一個大饑荒 因為他們的錢貶值度 根本那些錢根本不值錢 但他們那時候納粹沒有值市這個問題 選擇了找一個稻草人 是令到他們的國家復興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 為何說是錯誤呢 首先他將整個問題轉移到視線 而這件事帶來一個毀滅性的後果 因為如果大家相信有一種天啟性的能力 這樣的話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共同理念所可言 因為一種想法就是有些人是有一種 缺族上的優良但他沒有任何解釋 而其他不符合標準的人 就是一定要有能力和有缺族的人去清洗 其實如果你用這個理念去打之前你所反對的 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 其實當你戰勝了之前的局勢 而你再用你的理念去取締的話 就會發覺其實只是一種重複 因為根本議員的關係還穩固 其實我們是要怎樣做呢 就類似美國另一套很家存戶曉的一個劇集 《Star Trek》 其實是要把持 一方面是要知道大家互相都有一個差異 但另一方面其實就是要有一個更好的溝通的機會 其實這個都可以說少少我上一集說的東西 就是我上一集就是 說這個說弱智問題 就是叫大家說如果你真的喜歡一個弱智仔的話 你應該就是要去面對他 但是或者我這樣說好像已經有一種歧視的成分 但是如果你把弱智視為理想 就是說弱智的人士是一種理想的純真的話 其實你就會進行得很順利 因為一方面就會發覺 你是不能看到任何一些遠超你不可想像的污結出現 而另一方面其實你只不過是好像一種奴隸 是色彩去照顧這個理想法的純真 即是跟一個平民去照顧一個理想法的王國沒有分別 所以這就是交代上一集說的東西 好了 說了大輪廢話之後 就要說另一部電影就是這個S8 驚世檔 這部電影就是之前有一個預告上過 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它是有別於一般的預告 它是不佔任何電影本身的內容 只是看到一輛火車返倒 然後突然好像有些義物在出軌的火車的其中一卡裏 就連爆出來 當然有些人就喘測這部電影會否是 翻臉的前轉 但是終於看到就發覺到 其實這部電影有些近似斯蒂芬士博布的電影 其實翻查資料就發覺到 斯蒂芬士博布是有份做監製 那究竟是似甚麼呢 為何說會似斯蒂芬士博布的電影呢 是否因為裡面的內容是涉及到外星人類型 以及又是關於小朋友的電影呢 如果是這樣就只不過是空談 因為你只不過是講一些規定 有沒有實質地碰到整部電影的本質是甚麼 以及究竟為何可以將這部電影和斯蒂芬士博布的電影 可以混在一起呢 其實這部電影所說的內容都是關於 當然也是關於外星生物 但是最主要來說 他是想透過外星生物事件 是講小朋友的成長 為甚麼會說他像斯蒂芬士博布的電影呢 因為斯蒂芬士博布的電影 其實他有很多電影包括ET 《雙方奇兵》第三集 或者諸如此類的電影 還有AI 都是關於一個小朋友去尋找他的父輩 或者他的母親的一些故事 在這部電影中說到關於一個內容說甚麼呢 就是有個小朋友突然間喪失了母親 他的父親本身是一個警察 突然間要照顧一個小朋友 就這樣到吃力了 他的母親為何會死呢 就是因為有建議我 最後整部電影當然 有些人都說其實這部電影是多餘的 因為撇除了外星元素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 只不過是宣傳溫情的電影 其實也是的 但是最後都是說回 那個小朋友是透過這件事件 終於發現到可以 其實是 他透過這件事件 混合女兒 所以他就可以 就可以主於錄 母親於不顧 成為了一個記憶 這樣就成長了 其實這部電影 如果作為一部娛樂影片 也挺好 吃下花生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說過 好了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會不會 有些人 有些人 是 要 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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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